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指的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 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这里有几声意思 第一声意思 也就是刑法所保护的课题 它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所谓社会关系 也就是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过程当中 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人之间是由相互关系的 而这种关系就构成一个社会的基础 一定的社会关系 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此对于有关国家统治的 这种社会关系 法律往往要加以保护 所以说如果为刑法所保护而被侵犯的话 那么就是犯罪的课题 社会关系包括 事件关系和物质关系 物质关系就是经济基础的关系 事件关系就是上层建筑的关系 他们都有可能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 而成为犯罪的课题 另外犯罪的课题 必须是为犯罪行为 所施其侵犯的社会关系 如果某个社会关系没有为犯罪侵犯 它自己和客观存在的话 和犯罪有关它就不叫犯罪课题 同时犯罪课题必须是 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 因为社会关系内容非常丰富 重要性 有强有弱 刑法保护的 往往是在社会关系当中 最重要的那部分关系 比如国家政权 社会秩序 公民的基本权利 菜单数有权等等 有一些比较弱小的社会关系 就不需要用刑法来保护的话 它就不能成为犯罪课题 那么犯罪课题在犯罪构成中 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 它决定了行为的 危害性 有还是没有 只有侵犯课题的行为 才有社会危害性 如果一个行为 对任何社会关系都不会构成侵害 那就没有危害性 当然也就不可能构成犯罪问题 第二 它决定了犯罪的性质 侵犯不同的社会关系 犯罪性质往往就不一样 比如说 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 非法拘禁罪 都是对人的侵犯 但是 他们侵犯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故意杀人侵犯的是生命权 伤害罪侵犯的是健康权 而非法拘禁 它自侵犯的是人的人身自由权 所以说侵犯不同的社会关系 决定着犯罪的性质 第三 犯罪课题决定着犯罪的危害性程度 因为社会关系的意义不一样 因此 侵犯不同社会关系的犯罪危害性也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通常来说 杀人罪 要重于伤害罪 伤害罪 重于非法拘禁罪 那非法拘禁罪呢就重于侮辱非法罪 尽管他们都是侵犯国民权利的 那么这里有个案子来可能说明 犯罪课题的 对于这个决定 赐罪逼罪的意义问题 有一个个体公共商户陈牧 他与朋友夏末呢一起打牌 但是呢输给夏末五万块钱 后来由于经营不善 结果导致呢商店如不付出 这五万块钱 欠的毒款呢一直还不起 后来夏末为了要到这个钱 就纠结了几个人 把他们绑到一个宾馆 然后打电话给陈牧的家人 要求哪来五万块钱数人 如果不拿钱就不放人 后来陈牧的家人呢 就向公安局报案 然后公安局就破案了 把夏末几个人抓起来了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夏末他们构成什么罪呢 如果是从形势上看 它是一个绑架行为 但是由于夏末 他非法拘禁 陈牧的目的不是为了勒索钱财 而是为了要回 他认为陈牧应该向他支付的欠款 所以说 他这个行为呢 对全部的人身安全没有形成威胁 他支持对人身自由的侵犯 因此这个案件呢 他不具备绑架对所侵犯的课题的要求 因此 最后这个案件呢 是按照非法拘禁罪 定罪 任何罪都必须有犯罪课题 也就是犯罪课题是构成犯罪不可缺少的要件 但是 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条文里面并不是把每个罪的课题都一一点出来了 但是无论刑法条文是不是直接点出课题 那么每个罪都是有课题的 我们可以通过它有关条文的规定 来分析各个罪的课题是什么 这里有几种情况 第一 有的条文直接点明了这个罪说侵犯的课题 比如刑法第1-202条 勾结外国 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领土完全和安全的 那么这次背叛国家罪 这个就侵犯的课题 刑法条文就点出来了 第二种情况 有的条文 它自出了犯罪课题的物质表现 比如说非法侵犯他人住宅 那么住宅就意味着 这个对侵犯的词住宅安全 第三 有的条文指出了 被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的主体 也就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 那就是人 比如拐卖妇女儿童 那么妇女儿童 这个对象就决定了 这个对侵犯死 妇女儿童的 人身自由权 第四 有的条文指出了 犯罪 违犯了某个法律规范 而这个规范 就是保护某个方面社会关系的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罪侵犯的是什么关系 第五 有些条文 描述行为的方式 通过这个行为的方式 大家就可以知道 这个罪侵犯了什么社会关系 比如 刑法 第133条之一规定 在道路上 驾驶机动车 追逐警死 清洁恶劣的 或者在道路上 罪求驾驶机动车 那么这个罪求驾驶 对侵犯 显然就是交通运输的安全 还有一些条文 是混合规定 就是说通过 各个方面要件 然后综合说明某个对侵犯的课题 总之 任何罪都必须存在犯罪课题 那么犯罪课题 从刑法学生来说 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 有助于对课题进行深入的认识 一般来说 根据社会关系的范围大小 我们可以将犯罪课题分为三类 一犯罪的一般课题 它知道是所有犯罪 所共同侵犯的课题 那就是我们信用法所保护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 社会关系的整体 那么这种一般课题 集赐了一切犯罪的共同属性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 犯罪它是对整个国家利益 整个社会秩序的侵犯 第二类课题是同类课题 是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 无国刑法保护的 社会关系整体的某一方面 或者某一个部分 比如故意杀人 伤害 抢奸 非法拘禁 他们侵犯的都是公民的人身权利 放火爆炸 决水头都 危害都是公共安全 这就是同类课题 根据同类课题 我们可以将刑法分则 那么多罪名 划分成不同的类别 从而建立起刑法分则的体系 我国现在刑法分则 十章犯罪 就是根据同类课题 为依据划分的 第三类是犯罪的直接课题 就是某一种犯罪 所直接侵犯的 我国心话所保护的具体的社会关系 这是各个罪成立的必要要件 那么直接课题里面 又可以分为简单课题和复杂课题 简单课题是 某一种犯罪自侵犯一种具体社会关系 比如说盗窃 自侵犯了财产所有权 复杂课题呢 就是一个罪失事以后 同时侵犯两种以上 我国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 那么比如说抢劫罪 不但侵犯了财产所有权 由于它适用了暴力威胁等 因而还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 在这个时候 复杂课题就有包含一个主要课题 次要课题和随机课题等不同的类别 那么之间课题第二类分类是 无知情课题和非无知情课题 也就是根据这种课题 在现实生活当中 是不是有一定无知表现来划分的 接下来我们讲犯罪课题 和犯罪对象的关系 犯罪对象指的是 刑法分则条文规定 具体犯罪行为 所直接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 或者具体的物 比如 故意杀人罪的对象是人 盗窃罪对象是财物 这就是犯罪对象 那么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是什么关系呢 犯罪对象 是犯罪客体的物质表现 或者是社会关系的主体承担者 犯罪往往通过 对犯罪对象的侵害 来达到对犯罪客体的侵犯 但是两个词有明显区别的 区别主要有四点 第一点 犯罪客体决定犯罪的性质 而犯罪对象呢 则不一定决定犯罪的性质 比如 都是对人侵犯的 但是 侵犯生命权的是故意杀人罪 侵犯健康权的是伤害罪 侵犯自由权的 那么可能 非法拘禁的话构成非法拘禁罪 尽管对象相同 但是 由于客体不同 那么性质就不同 第二点区别 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 而犯罪对象 仅仅是某一些犯罪构成的要件 有些犯罪是不要求对象的 比如 脱逃罪就没有任何对象 但是它侵犯了司法监管的监管秩序 第三 任何犯罪都会损害犯罪客体 但是不一定都会损害犯罪的对象 如果说故意杀人罪 侵犯人的生命权同时也杀死了人的话 那么盗窃罪侵犯财产受权 但是并不会损害盗窃的容物 第四点区别是 犯罪客体也是犯罪分类的基础 而犯罪对象 则不是犯罪分类的基础 这就是它的四点重要区别 一般说来犯罪的相关往是具体的可见的 而犯罪的客体呢 则是抽象的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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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